太重了吧 来 我帮你拿 怎么了 不是又要你拿个东西吗 你至于这么惊讶吗 你也做了很多 让我惊讶的事 你做什么事 比如宋晓晓说 你去做义工 还说你会画画 你什么时候就会画画的 回头教我啊 你 你知道了 车来了 怎么了这是 扭到了 扭着了 这儿吗 疼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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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崴着脚了 快 给他拿点 把门打开 没事 没事吧 行了 别挑了 我自己能走 别动 摔下去 摔得就不只是脚了 别动 忍着啊 别动 一会儿就好了 一会儿就好了 忍一忍 从现在开始 你不许在到处乱跑啊 知道吗 幸亏只是扭到脚 万一伤到骨头人呆 那你就麻烦了 听见没有 嗯 没事 我没听红ər 大家 art opened 江总 坐 坐 坐吧坐吧 哎 爸不是说ğı开 紧急董事会吗 人呢 爸给我签了一份委托书 让我来主持会议 大家商考一下 设计院二轮的方案 是否被督布 原来是有上方保健啊 不必 不如话说在前东 如果这次的结果 还跟上次一样 那就怨不得我了 你放心 我有信心 让他进来 您好 你好 陈先生 请坐 陈先生 你还真的是够知识 开始吧 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现在全球 全世界 都倡导节能环保 而我们的想法就是 在建筑的全周期内 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 节能 节材 减排 在建筑设计 建造和建筑材料的选择中 均考虑 所以 馬傑 民宿 先生去哪儿啊 你睡着以后啊 先生就回公司了 早上陪你玩那个基建呢 好像耽误了不少事 公司啊 来了好几个电话催他呢 先生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 我都不敢认了 可不是嘛 别说你了 就连我都不敢认呢 对 我跟你说呀 我发现先生 买了个戒指送给你 戒指 哦 我在收拾他的房间的时候啊 在他抽筒里发现的 好大的一个蓝宝石戒指呢 先生啊 肯定是想给你个惊喜 是你啊 之前把以前的事情都给忘了 先生呢 要好找个台阶下去 我看吧 你们两个 趁现在赶紧要个孩子 你说是吧 是 此外 你怎么没答应 你不是我 你不是我 你不是她 这不错了 那我 要你又ił傲物 又不应该 你不是我 不是我 有一点 你不是我 你不是我 我是你 好 想喝什么吗 我让他们给你弄 我就不喝了 领导还等着我回去 汇报接过呢 我知道 那天我喝醉了 是你送我回的家 谢谢你啊 你们家伯母 嘴够快的呀 不用谢我 应该是我谢谢你 又给我争取了一次机会 你倒是不用谢我 我是跟我哥赌气 这次你的设计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还是不会用 所以行不行 还是要看你自己 不管怎么说 都要谢谢你 对了 我那天喝多了 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哦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就喝多了 把我臭骂挨顿 我就送你回家了 就这些 那就好 陈林生 我一向不是 死缠烂打的人 你对我没有意思 我也不会赖着你 所以你没有必要躲着我 哦 那我先走了 陈先生 我们江总想请你去他的办公室 有事要跟你聊聊 好 走吧 这边 这两天我跑了好多家中介 这现在市场不好 现在卖 卖不出钱来 医院里可是住的是你儿子 他们二十四小时在医院里 每分每秒 呼吸的空气都是要钱的 你能等儿子不能等 直等 那 你看咱面边再等不等 等有合适的价钱 咱们再卖 不必了 如果不带钱的话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还有 孩子是我情宿一个人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看你又说这话 来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给我滚开 来 姐 你的脚怎么了 没事 刚才在体育馆 不小心扭了一下 对不起啊 都怪我不好 没跟你提前说一声 姐不怪你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挽救婚姻 可是说到底 我还是要说你 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 瞒着我去福利院 教画画呢 你怎么知道的 江村告诉我的 肯定是被他发现了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 你也不为我想想 等我回江家 他让我画画 我画不出来怎么办 姐 你打算回江家了 我早晚是要回去的呀 不过这次你得听我的 等我安排好了 自然会回去的 姐 都是我不好 不过我也想过了 就算江村知道了也不怕呀 你到时候就说 你记忆突然恢复了 就怎么也画不出来了 然后再上网上 说个心理依据 肯定能呼溶过去的 就你鬼主义多 立住外面 没有表示清楚 她的才智 对 陈先生 我们开问健身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 拿出这种 追准的设计口 我们就不用浪费 那么多时间了 可是那一拳 还是要挨的对吧 当然 我跟博尔真的只是朋友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可我也说了我不喜欢他呀 总不能这也是我的错吧 先不要把自己 想得这么优秀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不知道在他的眼里 你哪儿好 坦白讲 虽然我这次认同了你的设计 但并不代表 我认同了你的人品 明白吗 这个您放心 我和博尔 现在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最好 好了 我们会认真地回去研究 如果有了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嗯 再见 陈先生 还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今后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解决 立住外面没有标识清楚 他的才智 好 陈先生 我们开门健身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拿出 这种追准的设计口 我们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对 可是那一拳还是要挨的对吧 当然 我跟博尔真的只是朋友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可我也说了我不喜欢他呀 总不能这也是我的错吧 先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优秀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不知道在他的眼里你哪儿好 坦白讲 虽然我这次认同了你的设计 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了你的人品 明白吗 这个您放心 我和博尔现在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最好 好了 我们会认真地回去研究 如果有了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嗯 再见 陈先生 还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今后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解决 你真小心他说的话 我多么想把他退掉 你知道吗 真的不错 啊 好 你看看 作为决策者 要时刻从公司的利益出发 明白吗 不错 真是不错 老爷子那儿 发下话了 五二那儿你也不能对着干 真是委屈你啊 滚 滚 太好了 终于要回家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没什么 我今天啊 路过药店的时候 给你买了个这个 怕你走路不方便 试试 这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脚都快好了 又不上这个 好 那行 行 要不我试试 嗯 忘记 你还说你不需要这个 你还行啊 走着挺顺手的 还行吗 挺好 谢谢啊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是不是下午又偷跑出去 干了什么坏事 怕我说你 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又不是伯儿 我怕你啊 那行我去哪儿了 我 我能去哪儿我就 随便走走啊 你看你这个脚都消肿了 促进血液循环 你这点医学场实 都不懂啊 瞎呗 行妖素 你是不是不想在江家混了你 我 我怎么了 你还反问我 鲁盛盛要借咱们家别墅拍广告 是你答应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那是我跟爸小时候住的地方 那是我的嫁妆 你说啊 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啊 我 是我答应的 怎么了 哥 你就算再袒护他 你应该有个限度吧 那是我的嫁妆 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同意 喂 姐 你借博儿的别书拍广告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江家人知道了 哎呀 我本来说马上是江家的 只告诉你 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只能求你帮忙了 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拍广告 再说了 拍广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既然这样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没有钱 付医药费了 我也不想找江家药 我现在脚又受伤了 也拍不了广告 只有你能帮我 不然的话 孩子的医药费 就没着落了 不是没钱 你可以跟江村讲啊 江村是孩子的父亲 应该支付医药费啊 我说了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可 可是博二不愿意借别书 给你拍广告 那你就去说服他呀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找江村 你不是说江村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妈 你干嘛呀 喂 看来你解释真着急了 可我 你给我说清楚 这黄家文是不是不打算 付这笔钱了 妈 你还得指望黄家文啊 她也不是东西了 我找着去 妈 你别去 我就跟你说了吧 黄家文是指望不上了 现在只有我们靠自己了 我们拿什么靠自己呀 现在将近是回不去了 你说你 你怎么能把自己 做成现在这样啊 我已经让黄家文 约了鲁生生拍广告的时间 只要我拍完这支广告 就能收到尾款 怎么着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了 你脚伤成这样 你拿什么拍广告啊 是不是又让那个霍芝 替你去啊 只有她能帮我了 这就什么事啊 妈 你放心吧 我会带着孩子回江家的 这个霍芝 只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赢死我赢死我 你就作吧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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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